这些天,估计很多小伙伴都被电影阿修罗上映三天就撤当的三操作惊呆了吧,一直号称是投资7.5亿的大制作,结果7月13日刚上映,15月22点就撤当,还是片方自己主动撤当? 感情这是拿好几个一六观众玩的,讲真,这波三操作,都可以进入电影史了吧,前排先给不了解的小伙伴科普一下,早在电影上映当天,光威又发了一条不同平台上的评分对比,阿悄悄质疑有人在运刷低分,甚至用上了行业持续这样的词,并最终在上映第三天,扛不住票房和评分的双压,主动撤当了。 对于这波操作,豆子也是无话可说了,只是可惜了三位主演,影帝梁家辉,影后刘嘉玲和翁吕三十弟弟了。 要说这部电影,是否真的有人在恶意刷分,豆子不知道。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目前已知的信息,不然觉得跟隔壁背影的关小童那么像呢,同样的童星出身,同样都混成了烂片主角。 嘴上说着,要努力,转头却就接了这种辣句。 最近的代表作,还是那2016年的好先生,平时全靠飞闻和热搜带流量,路人员简直不敢恭维,真心觉得他俩的发展路线越来越像了。 更越的是,人家关格格至少还有主流奖项支持,而威蕾三十弟弟,却只有脸,所以照这个进度你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影帝啊? 拜托团队不要再接烂片烂综艺了好不? 别再消耗三十弟弟的路,人员和人气了啊。 更重要的是,吴蕾赶紧醒醒吧,千万别成了第二个关小童啊。 有点危机感吧,对比完自己,再来看看同位娱乐圈新一代小生的刘浩然和TF Boys。 前者早已有了最好的我们,唐探二,狼牙棒之风气昌林等好几个高分代表作, 实打实的三世纪一票榜电影男主,后者也已经成为了圈内的顶级流量。 综艺,演员之路,昏得风生水起,只有无雷,一直在一步又一步的烂片里消耗自己。 更何况还是在新人辈出,更新化的超级快地娱乐圈,在这比近两年出道的新人,最近热播的土星花园。 豆子刷微博时,看到有网友说,男主角王赫帝长得很像无雷,不过比起无雷这个大前辈, 出道才两年的王赫帝,可以说几乎没啥优势,微博粉丝只有140万,代表作业少得可怜。 只有之前参加的综艺超资源偶像,和被全网潮的流星花园,还能拿出来说一说。 而且前证还是他上了快本,之后才被大家知道还有这么个节目的。 但是作为新人,王赫帝近期有在播作品虽然全都在潮,也有综艺,话题都很有新鲜感,阅读量也至少几百万。 然而温吕三十弟弟近期的新话题,除了还未播出的两部作品,就只剩下阿修罗和两个代言了,微博时时话题榜上,流星花园排第七,可豆子翻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三十弟弟的相关内容。 还有豆瓣小组的讨论术,可以明显看出,在同一时间限度内,两个人的讨论术基本没差,对比出到时间,也是有点运,而在近一个月内,王赫帝也已经接了三个代言,两个杂志,来势汹汹虹虽然多数是F4一起的,再加上土星花园满满的草点所带来的热度加持,以及菜制屏的力挺,如果能抓住机会, 就此大祸也不是不可能,这么一对比,同期的已经业绩满满,后来的又步步紧低,三十弟弟是真的要有点危机感了,而且不得不正是一个事实,在不停更新化代的娱乐圈中,九九年的无类,无论是热度还是年龄还是作品,都已经不占优势了,而靠烂片男主积累下来的主观印象,后期更是很难洗掉, 这一点可以谈考李一峰,前期走流量路线,一口气演了古剑棋盘,活色生香,到目的寄清云市的一对烂剧,提起他大家只会想到烂片男主, 没演技,后面意识到了弊端之后,也是接连靠着在心理最动物世界中的成功转型,才摆脱了没演技的标签,摆上了国民影响, 让豆子想不通的就在这里,三世弟弟本身就自带国民好感度,为啥非要在烂片里消耗人气呢? 号称七点五亿大制作的阿修罗,海报长剑样,不要怀疑,真的不是恶搞,再说作为一部电影最根本的剧情, 要问阿修罗讲了啥,其实非常简单,原本三个头带阿修罗王丢了一个头,也就是吴雷, 然后剩下的两个头就要找吴雷并合体,从而毁灭世界,但吴雷并不愿意合体,于是三个头就打了起来,最终团灭,简单步,而由于三个头共有一个身体, 所以后期互撕的时候,基本等于自己打自己,想想都觉得画面一定很魔幻,目前已经有网友在逗半问,为什么不能给复分了? 然而有趣的是,片方始终不肯从自身找原因,上映后看形式不要就直接撤档,还一直把锅推给市场,而关于男主吴雷,电影撤档之后,微博上刷起了心疼吴雷的话题, 很快就冲上了热搜第一,内容基本都是为这部电影吃了多少苦,六年努力白费,跑宣传多不容易等等, 确实,辛苦拍摄的电影撤档,是挺遗憾的,但是从电影质量来看,就算不撤档,似乎也免不了被群潮的命运,所以三十弟弟到底是有多想不开才接了这部电影,说起无为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 作为一名演员,他最近的代表作,还是2015年的狼牙榜,并且他在里面演的还不是主角,这几年的电影和综艺倒是不少,但却基本都铺金了,现在一体体无类,大家最先想到的都不是作品,而是热搜吧, M所以有颜值,有演技,有国民度,有路人员的无类,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的烂片小王子的,电影全铺接,点开了,百科才发现,原来这两年,三十弟弟已经巧咪咪的攒了五部电影了,讲真,除了阿修罗以外,豆子全都没停过, 2017年上映了奇迹,追逐彩虹,号称三千五百万美金的投资,中、银、新三国首都合拍,当初发行方信誓旦旦的表示,目标是十亿票房,以及那地同档期票房第一, 然而,一年之后,豆子翻遍了新闻,也没找到关于票房的一点点报道,豆瓣上也仅仅只有三条评论,在看童年的极致追击,请了一堆外人,编剧,导演,一番男主都是外国人,甚至电影中的最百亿百分之八十都是英文,结果呢,投资两亿,血管无归,剩下的几部电影中,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阿修罗, 另外两部《大闹东海》和《影》都还没上映,其中《大闹东海》投资1.5亿元,然而豆子经过一番百度后,惊奇的发现,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导演刘正伟,是个拍烂片的专业库,并且平奔还在逐年下降惊恐预演,不仅为三十弟弟捏了一宝汗,目前唯一还值得欣慰的,大概就是另一部国师电影影了,到根据主演的范围情况来看, 我们三十弟弟最终出现在一幕上的时间能超过十分钟,就是大赢家了,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,三十弟弟的电影为什么总是扑街? 就是因为,一味追求大制作,而忽略了其他条件啊,一句话总结三十弟弟参演的电影,四十大制作,转快钱,综艺非为代流量,仔细想想,无类已经好久都没有作为一名演员,出现在观众视野里了。 九九年出生,童星出生的三十弟弟,今年才十九岁就,已经出道十几年了,起点可以说是相当高了。 三岁拍广告,五岁演电视剧,八岁就有了自己的代表角色,更因为从小就出演了一堆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剧,国民好感度也是尴尬的。 2014年,无类在成年期版的《神雕侠侣》,终演小杨过,这也算得上是他的经典角色之一了,2015年主演网至仙剑客栈,饰演李逍遥,然而画风,一言难尽,不过好在这之后,才是弟弟几时醒悟,在街的角色画风都比较正常。 劝风少女中的一封师兄,狼牙棒中的小飞流,牵蚀明月中的子鹰,尤其一封师兄,笑起来简直聊到少女心飞起,这才是无类颜值的正确打开方式啊。 同年凭借西粉神器小飞流,获得了爱奇艺之夜最受欢迎新人,国剧盛典最剧前之演员奖,而这个角色也,成为了他的代表作。 总之这一年几乎可以钻做是他演艺事业的巅峰了,然而从这之后,无类的发展路线就有点迷了,电视剧综艺两手抓,两手都要来,每年的电视剧都是连水花都没有的烂片。 3.43的上海京知识影传说,4.6的旋风少女第二季,4.2的旗,经济之仙一路马少年时,每部剧都扑得无声无息。 作为固定嘉宾参加的综艺,也是惨不忍睹。 2016年,1月加盟24小时,就是那个一众流量都拯救不了,三季的虎传地新的无聊节目。 重点他还连着参加了两季,五季又参加了评分4.4的72层骑楼,有一次哭得千妈都不认识。 但是就目前来看,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,三十弟弟还有两部剧人气很高,还未播出的豆破苍穹,和刚播的沙海。 关于千者,M大家可以先来欣赏一下这飘逸的发型,从上海前期放出的剧照来看,豆子觉得三十弟弟的表现造型都还可以,颜值是真的能打,眼睛看着也OK。 昨晚播出后,大家的评价也是好坏参访,有肯定无类演技的,也有批评无类演技尴尬的,豆子PO出即将动兔,大家自行感受一下,能给三十弟弟的演技打几分。 认真的说,这几年我为三十弟弟,就这样在一步又一步的烂片和烂综艺里消耗自己,那大家要问了,他的团队又在干什么? 答案是,耍微博,上热搜,雪中少年,初恋男友,耍一波,戴上眼镜,又酥又聊,耍一波,综艺里漏腰,又上热搜,情商高,身是手。 更是热唱刷微博必备,点开微博印象,仅有的跟作品相关的,就只有还微博的豆泼和沙海,剩下的多数都聚焦在他帅气的外表上。 的确,三十弟弟的演技真的真的很能打,作为大破童星涨残定律的第一人,外形挑戒没得挑。 但是要记得,你是个演员,不是网红啊。 你的作品呢,一边说着不靠演技,想当影帝,另一边却一直靠综艺和绯闻带流量,豆子看得真微信心头,等等。 怎么图? 好